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6月7日 拉鲁斯市取罗沙利奥中央 周二清早 阿甲新赛季第一轮继续进行 罗沙利奥中央主营拉鲁斯 拉鲁斯上仗重返胜轨 球队士气得到提振 加上他们过往多次与罗沙利奥中央交手 占据绝对优势 此番交战 拉鲁斯有力带走胜利 罗沙利奥中央实力有限 他们多数都排在联赛中下游位置 再者 由于财政不足 罗沙利奥中央的引员不到位 他们经济的实力并没有得到多少提升 球队享有明显的进步相当困难 另外 罗沙利奥中央上级攻守失衡 军场失球比入球更多 鉴于罗沙利奥中央最近十次面对拉鲁斯都未尝胜计 此番再次面对拉鲁斯 罗沙利奥中央主场沦陷并不意外 拉鲁斯踢完了南美球会背小组赛阶段的比赛 虽然没有压倒性的实力 但结果是好的 他们最终以二组投名晋级16强 值得留意的是 祖先鲁比士和祖先辛 特是拉鲁斯过去几季最为重要的风险搭档 他们经济依然留在在球队中 相信在二人的带领下 拉鲁斯经济进攻依然有保证 更为有力的是 拉鲁斯近年来多次与罗沙利奥中央交手处于上风 最近三次就录得二胜一合的佳季 由此可见 拉鲁斯此行值得看高一线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订阅我们的频道